剛才提到石油股和資源股 近期資源的價格有很大波幅 亦導致石油股 尤其中海油的波幅也不小 或是黃金股份的波幅也不小 投資者會否選擇波幅來炒 或是他們喜歡玩耐人股 指數為主 近期出現了一個比較特別的情況 你剛才提到資金樓方面 出現了稀客 出現了中海油和中石化 這兩種資金樓都上了頭五位的榜 例如昨天 中海油的資金樓入入排第四位 更多於恒子方面的資金樓 如果是否多了投資者要留意 應該是絕對是 因為見到主版證股方面 又有投幾位 其實倭倫方面又有投幾位 其實應該都是當市況 可能的方向感沒有甚麼時 例如內銀股 大家可能見到它跌了 但是如果趁低位納入的話 可能都已經買了 大家可能現在只是等升 但是如果真的想炒波幅 或者即日隔晚 或即日的波幅比較大 可能真的找回石油石日發股 和相關波幅來看 因為始終 當油價一直在動時 其實一直影響著這些股票 然後相帶波幅的價錢 尤其譬如中海油 其實近來是特別多投資者留意 因為始終它一些比較輕微價外 和一些貼價的中海油 中期的渦輪 有效槓桿都有成十倍那麼多 所以其實如果你說相比起 譬如剛才說要找一些很短期的渦輪 其實中海油一些比較中期一點點的話 也有一個波幅炒到在 所以很多人有時就說 見到油價不是那麼高的時候 都會進入一些中海油的渦輪 坐幾天其實都會駁它反彈 因為始終似乎油價在低位 都見到有些支持 不過油價真的近來就相當之好玩 如果看起來 突然間一天就急跌了三四元美金 突然間又可以反彈兩三元美金 不過我自己看 如果純粹用油價去先看 我自己覺得波幅暫時90元 水平見到底部 但暫時可否即時穿上100元 似乎因為如果看起來 整個環球的國家 看到美國其實有很多問題 不過把問題都推到外面 找一些平衡機構說說 希臘有問題 葡萄牙有問題 然後中國又有很多問題的時候 令到大家忽略了美國的問題 但美國有一樣東西 他自己都很擔心 最好不會有通脹 所以看到釋放了6000萬桶 的戰力聖元油出來的時候 有超過3000萬桶 它擺出來 所以會令到油價 如果繼續有行動的時候 即是美國也好 IA也好 其實都會令到油價的波動性很大 這一點都要小心一點 但如果剛才說到中海油的情況 看回覆圖 有一個關口 我覺得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就是近來每次跌到17.5元 這個水平的時候 支持都相當之大 每一次到17.5元 都似乎有些反彈出現 就令到我相信比較多投資者 就靠近那些低位去跌 但問題是如果看回技術性形態來說 每一次反彈 那個高位都比之前的低 形成了一個不是那麼理想的下降三角形 所以如果真的去17.5元 拼反彈的投資者的時候 都要小心點買Wallon的時候 就說拼得到 恭喜大家 就是很開心的 但如果有一下 真的完全失手了17.5元的時候 大家都要學一下指示 尤其是炒Wallon 都要真的懂得走得快